這個宣明會,我要付錢,我要一路付錢下去, 因為你都是為了多純粹快樂, 你要付錢給到什麼時候,你才不用付錢呢? 你要到你自己好像那些人那麼窮的時候, 你要被人救濟的時候,你就不用付錢了, 其實工地主義,很辛苦會留意, 其實工地主義對於一個人的義務, 是很Demanding,Demanding的項目是有的, 因為要根據他的想法, 因為你是為了多純粹快樂, 很多事情你都要做, 但這個又好像不是很合乎我們一般的想法, 沒有理由要犧牲這麼多事情, 是呀,當然是, 但不是很多人會覺得… 不是那個人做得好嗎? 但這件事, 會不會是因為你將工地主義 是應用在官員的行為, 但其實這件事主要用在說, 即是甚麼的, 譬如說, 政府會做甚麼, 或是甚麼社會制度, 是這樣的? 不單止, 它包括政府的制度, 政府行為, 包括個人的行為, 即是工地主義都會說, 即是他會說, 一個政府的制度, 要合乎工地原則, 他都會說一個人的個人行為, 合乎工地原則, 他會用來判斷一個行為, 合乎工地原則, 他會說不到他才會輸出你的。 即是說, 剛才我的例子, 全部都是, 不是我做的, 我都是抄書, 都是工地主義的人, 他們是例子, 即是他們是這樣說話的, 但這是例子, 你舉不是我舉, 我想問,他的公理主義在考慮面的思考那個人 那個人才懂得掌握,可能做了一些很方法的考慮別策 這樣可以整進去嗎? 是啊,那就是只要看後果,不看你讀書 例如說,我的動機是為你好的,但又沒有什麼常識,沒有什麼常識 給了一些香濃灰你喝,我以為對你好,為什麼你喝了更壞 那我是不是不對,看後果,就是看後果 而且我這個後果不是一個合理的後果 因為我沒有基本的常識,我做了這些,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公理主義就不看動機,看後果 因為他會覺得有些問題 他說那些行為是包括智障人的行為 你有行為是說做行為的人 就是說一個智隱的人很容易做出行為,傷害人 是 但公理主義都要批評你 不是,智障人不必一定要… 都是,都是,因為他看後果,他看後果,那我不對 他看後果,是,他不對 如果那個智障人去打你,傷害你,那個智障人不對 不是,不要理事實是這樣,總之就是,他看後果 就是他做一些傷害人的行為,就是不對 後果行為是不對 不是,他看那個行為的後果,他不理你是誰 所以,如果你這樣問,我想,公理主義沒有答過這些問題 我想都是不對,那個智障人都是不對 或者,有沒有其他… 為何在公理主義到現在還很流行呢 即是公理主義在政治思想人家,還是很厲害的 是啊,是啊 即是,香港社會都是公理主義正確 不是,我想這裡對於公理主義有少不解 因為剛才我解釋了一點就是 有很多人將公理主義的反動是利己主義的 即是公理主義不只是追求自己利益的 不是,他是happiness,即是計數嘛 究竟有多少happiness,有多少solo嘛 如果happiness是高於solo的話,就得憑政策了 是啊,是啊 那這件事其實對於現在社會這麼多自由思想衝擊 自由主義衝擊,自由思想衝擊 為何會還這麼流行呢 譬如現在我們有很多社會 你是不是說,這樣是有些不好的東西 我不是很明白為何它到現在還… 就是已經看了很多sutcoming 公理主義有很多sutcoming 你舉個例子出來,例如什麼? 譬如說,公理主義,我們那個社群,弱勢社群 譬如其他人商,所得的利益是大於你這些弱勢社群的 現在社會仍然支持著人商 但是這個社會仍然有很多criticizer 而全歐美都有很多criticizer 為何還是這個… 通常有一個思想呢 如果被人受襟擊的話 就一定的時間會消失的 是 為何到現在仍然在這個環境中這麼流行呢 公理主義不會支持這個地產 詳細解釋,你要看我下半書 不如現在可以簡單求他 我… 英文是什麼意思? 英文是什麼意思? Utilitarianism Utilitarianism 我現在詳細你們看我的本書 現在我簡單解釋 我想其實是誤解了公理主義 為何誤解了公理主義? 因為留意就是 公理主的… 中的道德人則叫做公理原則 就是帶來多數人的最大法律 好了,那剛才你舉例說 地產霸權 但是低下階層是多數人來的 是不是? 那這個其實不符合公理原則 就是分開,明明一下 其實… 整體利益是大 大家елю意的,其實這個混亂了兩位概念 剛才你講的那點就是 地產商網多錢 整個…我們的經濟增長很厲害 整個香港人多很多 這是整體利益 但公理主義其實不僅是整體利益 而是多數人的最大法律 你說很多人低下階層很慘 正正這個不符合公理原則 公利原則就是要改善最多數的狀況 所以你剛才舉的例子不是公利主義造成 或者你剛才提到我估計是有些人誤解了整體利益和公利主義說的 多數是最大法 但其實很多人生活得很慘 很多工人要超市工作做一些危險的工作 其實邊心的消息是那半年之後走出來的 他們強調就是多數最大法律就是要改善那些人的狀況 因為多數人生活得很慘 經濟已經是掌握在小數人身上 還有邊心當時成立了好像是倫敦學院 我沒記錯 倫敦學院就是第一所收容那些女性 黑人猶太人的大學來的 其實那些思想是平等的 強調平等或者要改善低下階層的生活 其實它實際對於推動英國社會改革是很重要的 我想如果在香港可能那些人誤解了公利主的思想 因為公利主的肯定不會贊成剛才你說的地產法權 因為在地產法權下多數人都很慘 不是多數人都得益 那我就說一下公利主的優點 我覺得是合乎常識 因為事實上大部份的道德是否都是帶來很後果 大部份的道德是否都是帶來很後果 就是很容易了解這一點 第二就是它提供一個很簡單的實務原則 它指到我們日常生活判斷 正如剛才你說 為什麼現在這個 就是假設公利主有些決定好像這些 但是為什麼現在公利主還那麼流行 影響得那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實用的原則 就是你經過計算 你覺得法律大過痛苦 正式法律大過痛苦 那就可以了 但是當然不是說整體 因為記住多數是最大法律 是那個人很重要 還有有些哲學家用公利主去解決道德問題 比如說安樂死呀 倒胎這些問題 就是它有一個實際可以應用到的情況 還有一點就是 公利主其實是照顧動物的利益的 因為呢